大家好 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过新年了 那么就有一部分花也完想要让猪顶红能够在过年的时候能够开花 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看的年宵花 那么想要让猪顶红能够在过年的时候准时开花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马上做好这一步 那么这一步是什么呢 这一步的话就是让猪顶红强制性的休眠 因为像南方的话呢因为温度相对比较合适 那么这个猪顶红的话呢它这个叶片也不会坎枯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让它强制性的休眠 这样的话呢有利于它的花芽分化 那么怎么让它强制性的休眠呢 我们把这个猪顶红啊从盆土里面脱出来 脱盆出来之后呢把这个猪顶红啊从这个土里面全部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猪顶红的根啊长得非常的旺盛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对它的根和叶进行处理 想让它强制性的修炼 我们首先就要把它的根啊给它剪掉 把这些大白根全部修剪掉 然后留下底部的一部分的这个根系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啊一刀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剪掉这些底部的一根系之后呢 这个顶部的叶片呢我们也要进行一个适当的修剪 把它顶部的叶片呢也要剪掉 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处理好了 处理好之后的话呢因为植株的话是有这个伤口的存在 那么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些杀菌消毒的处理工作 怎么处理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多菌磷或者是带生某性这一类的杀菌剂 将它与清水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稀释 然后呢把这个猪顶红放进去浸泡大概半小时左右 然后呢晾干伤口晾干伤口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保鲜袋 然后把这个猪顶红啊全部包裹住 然后呢把它放进冰箱 放冰箱的时候大家注意我们不能够放在冷冻室 冷冻室温度太低了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冷藏室就可以了 放在冷藏室这个温度的话大概保证在五度左右 然后呢大概二十天左右 我们再把这个猪顶红呢把它取出来再来摘种 那么摘种之后的话呢 它因为经过一个低温的一个处理 它这个时候呢已经进行花芽分化 我们摘种大概十多天的时间呢 它就可以进行花芽分化 就是长出这个花芽出来 那么在这期间的话呢 我们就要及时的给它用肥 用肥的话呢主要是以磷甲肥为主 可以用磷刷清甲给它进行页面喷湿 这样的话呢很快这个猪顶红啊 在过年的时候就能够准时的开花 开出一颗非常漂亮的年消花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杀菌消毒工作一定要做到位才行 我们将这些杀菌药剂 不仅是要浸泡它底部的根系 还是这个种球 这个顶部的这个叶片这个部位啊 还要进行这个杀菌处理才行 我们可以将这些杀菌剂啊 把它调成糊剂 然后涂抹在这个伤口处就可以了 所以呢采用这种方法 我们就能够让猪顶红在过年准时开花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猪顶红 出现它花芽分化开花的一个小技巧 我们下期见